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們 今天呢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幻境女人起源喔 那這款遊戲之前的名字叫做風之起源啦 所以說我覺得畫面非常像的話應該是非常正常的 那麼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手抽的最強T0角色陣容 然後這個遊戲的一些禮貌訊號還有這個福利介紹 好那麼首先的話先來推薦一下這遊戲的最強T0手抽角色 那最強的T0角色的話推薦可以選擇我們的艾爾莎 他本身的話有非常強大的輸出能力 還有自身恢復自身怒氣質的技能 然後重點的話是可以看一下他的羈絆天賦這邊 他天賦可以看到他的身心天賦 只要我們釋放技能之後就會附加暈眩效果 可以暈眩敵方一個回合 然後本身的話後續如果身心越高 他普攻還可以降低目標的一點怒氣 然後還可以技能也是可以降低目標的 所以說這個控制角色本身的輸出也是相當不錯 所以說推薦大家可以首抽刷出來一隻 可以著重培養 然後接下來的話下方可以看一下他的羈絆 可以抽到這些角色的話一起上陣 可以讓我們的艾爾莎他的能力值變得更高 可以增加他的攻擊還有一些生命加成 而且重點的話是他下方的這些都是只要 ASR的角色就可以上陣 比較容易獲打 然後搭配一些其他的裝備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神器 他拿到神器之外可以讓他自身的暈眩機率變得更高 直接提升至70% 所以說這個艾爾莎就蠻推薦大家可以首抽把他刷出來 在我們的這個普通的元素祈願 其實就可以抽到那機率的話是0.03% 那接下來的話其實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 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角色那就是我們的B卡 那麼B卡主要強勢的地方是在於他的天賦下方的神器 那神器的話施放技能可以直接有這個無敵盾 可以持續一個回合那在這個一個回合之中都是無敵的 可以直接抵擋對方這種超強力的高回合輸出爆發 比如說這個角色的話也是蠻推薦的 大家是可以有效 不過他要拿到這個神器之後才比較強啊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遊戲的推薦陣容 那陣容的話其實可以就直接參考一下這 他抽卡頁面的左下角的推薦陣容 他們有針對每一個屬性去做了一個配對 他個人的話是覺得暗影是比較強的 而且的話因為暗影就原本我們的艾爾沙馬 然後還是打一些真實彰牌還要優秀的簡陋能力 不管是在PVP或是PVE上都有比較好的一個表現 而且他的卡池抽的機率好像每個屬性都是一樣 那這邊的話都是0.03%然後下方都是0.2% 不像其他遊戲可能光跟暗 他抽到的機率就會比較低 那這款遊戲的話看起來目前是都一樣的 那所以說就推薦給大家 好那麼接下來的話來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禮包網序號 好那要兌換的話我們可以點左上角的這個人物頭像 然後在右方的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VIP3.6 輸入VIP3.6 OK按兌換 這邊就會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是VIP3.7 VIP3.7 好那下一個是VIP3.8 VIP3.8 好這邊的話都是可以成功兌換 然後接下來的話再來是HJ.4.6 HJ.4.6 然後下面一個是HJ.4.7 HJ.4.7 然後接下來是HJ.4.8 HJ.4.8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通常都領完 就可以在左上角的信件 這邊去領取我們的獎勵 那這邊劍魅力他直接送我們 接近好幾百萬的這個鑽石嘛 還有送3800多萬金幣 我們剛剛輸入的這些禮包碼 就可以拿到一些祈願石 每個的話都有兩個祈願石 還有一些額外的金幣 還有一些遊戲內的虛包獎勵 好那麼就全部都領取啊 總共是有12個這個高級祈願石 接下來的話也來分享一下這遊戲的一些福利 這遊戲福利真的是還蠻多的 但是我們這邊GN大廳 我們GN大廳的話就可以 GN就是這遊戲的管理者嘛 然後他這邊就是用實力了 直接給我們兩百萬金幣 好直接使用 然後這邊的鑽石 還有一些進階石 祈願石這邊都可以先來領領 然後接下來下方的話是GN福利 我們這邊每天登陸都可以拿到GN幣 那月高的話好像就可以拿到更多這個GN幣 那GN幣的話可以在我們的GN商城這邊直接去兌換 所以說我們烏克還是可以慢慢白嫖 這樣子可以拿一下這個珠神的自選箱 非常強力的裝備 然後這個幼兒碎片自選箱 這邊角色都是可以自由去做選擇 甚至可以直接兌換這個真實的儲值卡 780就可以進行兌換了 這邊好像還可以刷新啊 還有不同的這種神器 福利還是挺多的 這邊的送金獎 這樣通關的話就可以直接領取 這福利真的是蠻多還蠻不錯的 接下來右方的話還有這個任選UR 完成通關的話就可以直接選擇這個UR獎勵啊 而且他這邊沒有強制你說 一定要儲值啊或是幹嘛才可以領到 這邊的話都是可以自由的去選擇 然後比較OP的話就是這個無限資源 只要累儲一點點的錢 他就可以每天贈送這個SSR碎片自選 這對我們後續角色的身心會相當有幫助 然後購買的話甚至還可以直接購買 無限UR還有無限神器石 每天贈送120個碎片 然後每天贈送1萬個神器金鮮石 所以神器金鮮石 這抽下去整個差距會拉得非常大 不愧是這個福利超級充足的 好那至於其他的話應該就都還好 這邊還有一個BUFF計畫 不過要到1-10才會開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實際抽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這個抽獎機率 那抽的話是要消耗祈願的石 我們剛剛有兌換這個6個兌換嘛 可以直接來領一下 那你要刷手的話就可以用這一點點來刷 不過機率是只有0.03%喔 機率感覺還是蠻低的啊 抽到一個卡茲 抽到B卡SSR 那我們剛剛講的 那其他好像就還好 然後這邊的話鑽石也可以直接花 然後我們再購買 應該換算下來的話是有破百抽吧 有些修百頁 10抽的話是需要消耗接近50萬的鑽石喔 這邊的話還有還可以再抽60抽啊 然後再加上剛剛抽的應該有個8抽快100抽啊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這個推主線一些任務 一些任務 先先送送超過百抽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喔 好像他都會保底中一個SSR的角色啊 如果UR好像就比較難看到 看一下能不能抽出來UR神角 UR的話感覺還是蠻難抽的啊 齊願石 應該是我們最後的10抽 看能不能夠出奇跡啊 出了一個阿努比斯喔 好還有就是抽 善逆無石 那這樣的話都沒有 這樣的話有的話就等成碎片啊 那這邊還有一個幸運值喔 必中的話就可以直接中UR或是SSR神力了 不過他當然還是有機率會中到SSR 好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這個幻境旅人起源 還有或是叫瘋之起源的禮拜有需要分享 以及官方認證的最強聽手首角色陣容推薦介紹 也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拜拜